配合世界客家博览会以及地景艺术节活动 桃园市打造高16米的Hello Kitty水上装置艺术 10号在龙潭大池亮相 Kitty猫身穿客家蓝衫 邀请大家到桃园来做客 除了白天夜晚也有灯光秀 带给民众精彩的视觉饗宴 由桃园市政府以及三立欧设计团队 共同打造的Hello Kitty来做客 水上装置艺术 10号在大池精彩亮相 Hello Kitty身穿客家蓝衫 融入客家花布的元素 新颖又可爱 桃园市长张善震 10号傍晚来到大池 与Hello Kitty合影 也邀请大家一起到桃园来 欣赏今年的世界客家博览会 以及地景艺术节 明天就要开展的世界客家博览会 和我们已经举办多年的桃园地景艺术节 今年我们把它做一个结合 尤其是在桃园龙潭大池这边 我们已经进了Hello Kitty 小朋友喜欢大朋友喜欢 把Hello Kitty穿上客家最有名的招牌的花衫 我们把这个客家艺术国际化 或是把Hello Kitty在地化 我们希望这两个结合能够让我们客家艺术 要上国际舞台让更多人喜欢更多人欣赏 这是一个新的尝试希望我们的乡亲会喜欢 高达16米的Hello Kitty为这次士客博最大亮点 打破以往粉嫩形象尝试传统的设计风格 不过网路上有许多民众不满这样的尝试改变 那能够在龙潭大池这里来做呈现 我觉得非常的棒 那当然也有些人会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也尊重了 可是大多数的乡亲来都非常的开心 不管老不管少 所以这个Hello Kitty 我觉得这种自入性的一种行销 我觉得非常的不错 可以让客家的文化让更多人看见 除了白天夜晚7点到8点半之间 每30分钟有一场5分钟的灯光秀 替作品染上魔幻七彩灯光 结合动感音乐 带来精彩的视觉饗宴 不管是白天或是夜晚 都值得到龙潭来欣赏精彩的装饰艺术 跟着Hello Kitty一起漫游客家装